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苗栗市苗三十县连大路 是国立联合大学二平山与八甲两校区的联络要道 然而自通车以来大小事故不断经过中央全额来挹注经费 整体改善工程已经完工了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亲自参加通车典礼 肯定县补团队及施工单位的效率高 精彩表演节目为通车典礼揭开序幕 全长约2.63公里的联大路 由于地形及现行等风险因子 至2010年通车至2021年间交通事故频传 县长徐昌及徐志荣曾超明两位县级立委 在行政院长苏贞昌2019年市场苗栗交通建设时积极争取 获得允落全额补助整体改善工程经费 徐昌感谢苏贞昌与教育部交通部的支持以及经费意图 到今天为止大概有261件的ABC级的车祸 也有死亡 也有重伤 甚至于轻伤等等 这个部分改善了以后将会使得这些用路人 还有师生更加的安全 请检采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 教育部长潘文忠等人陪同下雨会检采 他在支持时肯定没有了县政府及施工单位很争气 不仅改善工程提早完工 还获得公共工程金纸奖殊荣 厂商也很到位 能够让整个施工品质得到金纸奖 还是我亲自颁奖 在那个颁奖典礼上 我还给徐县县长大大夸赞 所以怪不得他很欢迎我来聊一下 联大路改善后原台13线两端式左转 上行八甲校区的带转除车空间 业家大道长16公尺宽6公尺 全线配合真摄LED超速警示及限速标志排等 让联大师生及民众拥有更舒适便利及安全的道路服务品质 也期望未来能够领事故 加密码